抓一下 然后用清水清洗 挺划算的呀 这个多撒点 有条件的还可以撒点黑芝麻 盖上盖子 全程都是中小火 倒点它套餐里面配的这个蛋挞液 给它搅拌均匀 还挺好吃的 这个外苏林的 家里有空气炸锅的 一定要做这个香菜蛋挞 哎呀你干嘛 不是说做蛋挞吗 蛋挞不能这样做 这样做菜的蛋挞才没有气泡 准半成品的哈 这个就很方 最后空气炸锅180度炸10分钟 好啦 我还真沉了呀 一下就行 放点好看的小水果 放进空气炸锅 炒了 酸奶蛋糕 太凉了 跟我这样做 外苏里嫩 比小酥肉还好吃 反正打入一个 我刚刚加的蛋 倒入一包小酥酸硬粉 这个粉才是酥脆的关键 加适量的水 搅拌均匀 调成酸奶状 再加一勺食用油搅均匀 让下次每一块 都均匀地裹上面糊 打入一个 我刚刚加的蛋 倒入一包小酥酸硬粉 这个粉 才是酥脆的